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宾哥,刚下班到家 今天继续10元以内打工人的快熟晚餐 之前做了虎皮三间 今天用我家里面这些乱七八糟的 辣椒、蒜苗、鸡蛋 还有剩的肉 还有之前做焖饭剩了一根火腿肠 来做一个超级超级超级的虾饭菜 不仅可以拌面条,还可以拌米饭 还可以卷煎饼 甚至可以配馒头和席饭 尤其是辣椒爱好者的福音 一定不要错过 准备大蒜 大蒜去皮之后剁一下 葱花 现在开始切辣椒 小米辣 能吃辣就放 不能吃辣就不放 斜刀切成马蹄状 切完辣椒之后 你这个手可别乱动 手别动啊 不要乱摸 这个蒜苗是在出锅之前放的 稍稍断生之后 它就特别的香 特别好吃 最后来切肉 这个香肠是我之前都焖饭剩的 剩了一根 然后我也加进去 我刚说的这是十元以内的快熟晚餐 你就当这个香肠没有就行啊 装盘 然后有肥有瘦 吃起来才香 现在这个菜肉辣椒全准备好了 米饭看看怎么样啊 电饭煲显示还有一分钟蒸好 我饿都不行了 来吧 炒菜 你看我一个人 我中华我的鸡蛋几个几个来打 我一个人锅子可没得很呢 要西方能熊 直接搅啊 搅散 好 这样鸡蛋就炒好了 盛出来 如果想炒出好吃的鸡蛋 前提是你得有一口很丝滑的锅 油不要太多啊 刚才鸡蛋有油 等会炒肉还有油 先来炒肉啊 等会炒香肠 加香肠 加葱蒜 大火爆炒 放鸡蛋 加辣椒 现在开始调味啊 一圈生抽 半勺盐 半勺鸡精 一丢老抽上侧 把火开到最大 爆炒 现在就炒熟了 加入这个青蒜 来点这个香味 好了 非常美味又下饭的 农家一碗香 做好了 怎么样 简单吧 出锅开吃 就这么搞上来 上菜 音乐走 哎呀 我得切娘呀 我觉得没有任何菜 能赶上这个菜 下饭来说 半米饭 翻面瓢 卷煎饼 热作 你就多多点 今天晚上吃一顿 明天中再吃一顿 自己煎的小小咸菜 萝卜 辣椒 辣椒 很好吃 越腌吧 它越入味 还很脆 我如果不出差的话 我每天都有中午饭 不管好不好吃 想不想吃 就这一顿饭 就是我 回天晚上做的 剩饭 我中午都可以回来吃 一出差 完蛋了 吃不饱 为什么吃不饱 因为可以吃饭太多了 我就各种选 有时候能想到一点 还没吃这顿饭呢 我觉得我就选了困难症 这个事吧 选到最后 就是饿得不行了 就是看啥都好吃 就说算了 就吃一顿吧 甜饱做的就行 然后就会随便吃一个 把之前脑子里面想的那些东西 也没吃全忘了 吃完之后吃饱了 你会发现 卧靠 吃的是啥呀这是 怎么就选了半天选了这么饭 你说这是不是选的困难症 前几天逐渐花了八块钱 吃了一碗油泡面 吃的时候我说这行啊 八块钱一碗 吃完就后悔了 又在路边找这个牛肉烧饼 一个十五 你看看 也都好吃 厚一点 以前以后花了二十三 还没吃饱 我就有这个毛病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饿 哎呦 今天也没吃好 如果某个地方只有一个车位 我选了不想就会停进去 如果某个停场有很多车位 我就会纠结 这个车是放在这个车位好啊 还是放在那个车位好 是往前面停点 后务近点好啊 还是往后面停点空旷点好 就更是神经病一样 这就是悬灵混蛋症 所以你们做晚饭不要选了 选一会儿来看看我 看我吃一下你们就选一下 很香 这个辣椒是香的 爽 打工人的快熟晚餐 比较外面强太多了 学一下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